台北市卫生局举办轻盈时光座会拍创意争选活动 邀请国小国高中等大小朋友与祖父母互动秀创意 国小组学童会画出心中的友善社区 国高中学生组则邀请爷爷奶奶入镜 用镜头拍出温馨照片分享健康生活点滴 就有机会获得好礼 那我们都知道台北市的这个老化速度是六度最快 在110年的7月 也就是上个月 我们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达到了19.5 那109年我们也可以看到平均寿命是84.12岁 那也是全国平均寿命最高的一个县市 那因应这样子的一个高龄化的人口快速的成长 台北市这边在12个行政区 我们推动高龄友善城市多元 那以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推动的高龄友善城市的指南 来推动大大面向 那我们在整合各个局处的资源推动政策 所以我们在这边举办了清零时光 就会开的创意争选活动 希望能够世代一起来关注这个高龄的议题 那这个参加的这个争选呢 在国小组的部分我们是对国小组 请小朋友来汇出友善的这个社区 那在国中跟国小的部分 国中跟高中的部分呢 我们是请这些的青年学生可以来做这个拍摄照片或影片的部分 包括是一起的运动或者是一起的做菜 还有就是关心的这个零距离的 包括像视讯的这个状况 都可以来参加 那活动的这个奖励呢 是总奖金高达六万块钱 也会选出这个金奖金奖跟铜奖的这个部分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民众在家比例升高 与家人相处时间增加 卫生局鼓励祖孙防疫新生活 透过共同参与共学拍照记录 温馨互动点滴 凝聚家庭情感 也进一步关心长辈健康 今年也特别制作 跟着爷爷奶奶过一天的电子书 介绍台北市各项高龄友善服务 让学生族群从小扎根 对于高龄友善社区有更多的想象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